有人問1398和2388 愛無盡頭 他問Ravi如果1398和2388 你是不是都會選擇2388呢? 他兩隻都沒有貨的 打算用五萬元資金擺三個月 如果擺三個月嗎? 擺三個月 因為擺三個月 兩隻都未必有這個收息的可能性 因為中南香港當然我們再重新確認 活期息 因為很多時候要看他們是 通過了舊聯傳業職 之後才除正才派 一般公佈業職都是三、四月的事 對 三月才公佈 所以我很肯定內銀股 其實大部份派他每期息 是六、七月的 是的 我記得以前我有持過內銀股 等多久才有 所以現在一月份 你放三個月 四、五月 其實你應該收不到的 有機會收不到 或者可能果除正都有機會 但這個真的要看他離任公佈的日子 所以如果你說兩隻 雖然你眨眼看現在有多高的息率 但如果你說擺三個月 算是偏短一點的時間 其實就未必做到這個收息的效果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是想的 可以考慮擺久一點 如果真的純粹是給收息的話 但是你說兩隻來算 當然其實兩隻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看圖其實也是差不多 近期都很強 股值當然股值來說一定是工商是便宜的 你現在內銀股本身的PE都便宜 而那個息率其實差不多 兩隻都是 因為反而工商更高一些 有六多 中銀也是只有五多 四多五多 所以如果你說比較一個息率 還有估計來說 工商銀行會有機會是好一點的 但是唯一的分別就是兩者看金面的息差 會有些不同的看法 因為中銀香港這些港銀 很多時候都是跟著美國那邊的加息預期 當然不是即時跟 也要看香港Hyper這邊的表現 但是如果你以美國在走的加息周期 對港銀的息差擴闊的憧憬會大些 但是反觀內銀股 近期大家都知道是在走的減息 即是減的LPR、減的MLF 雖然減幅的幅度是溫和 大家覺得不會即時對它們的息差很大的傷害 但是如果你說接下來 例如假設過年假之後 內地的取得還是繼續減下去的話 其實最終都會有一點點影響 所以如果論基本因素 可能港銀那邊又會吸引性多一點點 所以如果你說兩者如何去選擇 其實真的會看你擺在哪個角度 所以我覺得如果對收息和股值 工商會比較好 但是如果你要接近今年的價格 又要跑贏多一點點 那可能中銀香港會稍微勝算大一點點 是的